我也是陳明章院長 做第一次的開創知識經濟以後 辦了很多的活動 每個月有一個成功合約獎座 找企業界的人士講成功的經驗 另外一個就是人文獎座 推動人文素養 身心和諧 第三個就是企業人健康獎座 對企業人 包括所有的民眾都開趟 參加健康管理這個獎座 持續辦了很多年 就是免費共鳴獎座 所以到時候請你用APP連結 更多的來講 再來就是 任期滿了以後 現在就交綁到洪明州黃教授 他也是台大婚館系的教授 他也是我們第一任的民主長 現在我們也是積極地辦這個 有關在兩岸 跟馬來西亞華人方面的市場 推動這個有關 人文方面 還有對文創產業 現在有跟馬來西亞法文 他們現在已經成立法文大學了 讓他們很積極地回向祖國 馬來西亞華人對台灣非常好 所以你也知道 我們每一次來做安排參觀 原則加募協會 大概從五六年前我就帶他們來參 然後我看文化大學的那種 行動辦公室 對依法方面 這個洪教授最近也在自社會的 當中的幾個案子 都是推動這方面 這是知識環境 知識經濟方面 也做過幾個委託案 就是經濟部 中小協除 當時自通 不要到他 是西單位 西單位在給我們這邊做 本來我們要爭取西單位 但是因為我們當時就沒有很積極地在儲備這樣的人 但是我們現在還是在知識經濟的角度上 在開發一些比較像有機種植農業 我們覺得能夠創造出一種經濟方面 透過以往的那些知識 然後把它帶動這樣的新的經濟 那我們原來的原創的那個理事長 現在他剛好辦了一個台北經營館研究院 那麼籌組的那些董監事 一個就是台灣的企業家 另外一個就是大陸的台商 一個就是學術界像喜事卷教授 然後他們這些 紅蘭教授他們都是董監事 那班的活動也是非常多 其中有一個就是我們每年的暑期 大學生到大陸研究 大三生大四 研一生演兒 碩博士班 我們都有招 那麼我們台商這幾年所面臨的一種 這個大陸他在騰龍萬鳥的策略 很多台商 因為過去他所有去的時候 他來者不遵 可是現在他在篩選 體質不好的他叫你也要離開 那不是往西部開發 就是往東南洋 緬甸節目在越南去遷移 那麼現在他們面臨了轉型升級 那還有一個大陸的路幹 有一些也是學會的本領 就跟我們台商做競爭 所以我們現在真正的台商在那邊要借單 不像以前那麼簡單 你幾乎你競爭不夠的那個大陸人 所以現在這幾年來 我們發現到他們的改革開放進步以後 他們的性質也成長很多 尤其是沿海地區的薪水都很高 那我們的路幹跟台幹的那個待遇都差不多 所以現在就直接從台灣找台灣的大學生 因為台灣大學生這邊的待遇也都很高嘛 剛剛畢業去管理商科的 有些都是兩半多 那我們的學生到那邊去研習以後 45天他可以幾乎等於有一種認證 有大陸的經驗 像我們學校有一位系主任 學校系的林主任的子女 他就是交融大學經濟系畢業 結果他去應徵的時候 班上有五六個人去應徵IPM 結果呢都沒有上 後來他那個子女上了以後 他回去也往他公司裡面聊 你為什麼都會上 是因為看到你有到大陸也一起 有這個經驗 所以現在市場變成 過去我們就製造在中國大陸 現在內銷市場 整個他的市場都在大陸 所以我覺得說我們學生 現在如果在台灣不到海外的話 在台灣的競爭市場是有限的 但是我們每年 帶學生到中國大陸去 有從八北、山東、青島那些 然後上海、江蘇、浙江、杭州 我們再來就是華南的這個 夏門、金門、深圳、東莞 還有爆發廣西南林的這些都有 那麼台商也很積極 也有些今年非常成功 他每年都有提供年齡 像今年都是這樣的集合 也都算是不錯的 他來酒駕 提供的阿瑞巴、艾美特、李時珍集團 他們這個企業發展20年 都有這樣的一個規模 也懂得這個收購一些 購買一些品牌 就像獅頭記 買下了這個 你看《紅樓夢》裡面的獅頭記 那麼李時珍 你看他這個價值就超過多 那個品牌就有幾億 他每年都提供給我們 台灣的大學生去演習 那我覺得學校應該 尤其是製造業 在台灣 有些已經算是過去了 那麼在中國大陸 現在人真的是規模不大 像我們到富士康 還有康師傅 也大論發那些 不算是比較大型的 還有偽創他們 這個企業都蠻大的 而且他也很願意 培植我們台灣大學生 可是有一些學校很積極 有一些學校不積極 那麼我本身在榮華科大 也擔任他們的校外委 今年他們就提供了 那麼前幾年還是沒有 文大 文大去年提供很多 今年就很少 那麼今年來的反而是 最多的是台科大 中山大學 中正大學 還有陳大 所以每年每年都有一種轉變 我發現到我們私立的 私立大學 現在很積極的做產學的時候 所以他就不需要這一塊 反正公立大學 第一個 不承認你學分啊 比較遲鈍呆板啊 所以呢他那個 公立大學就找不到好的學習的單位 他們今年送來了很多 不過我們看到他們這些學生的 素質確實是很好 所以也是給他們 一個很好的學習的機會 那麼明年的話 大概我們什麼三月份就要開始 要發出一些 對招募大學生到大陸的訊息 那麼這一塊 確實我們還欠缺的是什麼 商管學院呢並不缺 但是工業工程啊 電子電機 資訊資管 還有土木建築 還有服裝設計最缺 大陸最缺的服裝設計 因為主大的都被 很快就被人家搶走了 還有副理系的 台灣本就找不到 副理系台灣本身就欠缺了 那麼還有一些就是 時裝流行 這個雕塑藝術 其實這次就我們 證明了我們台灣二十幾年前 轉型升級 我們台灣那時候 就在重視的 現在他們大概就落後 我們二三十年 但是他們也是非常積極的 因為大陸人才多 今年全大陸的畢業生 就有六百九十幾萬 所以他們從很多的名額中 可以挑選 但是我們台灣 一旦因為比較有重誠度 大陸的那些 你剛開始叫他做什麼都可以 可是一旦他離開你 背棄你的時候 台商的損害非常大 這個是我常常帶學生到大陸 我們台灣的老闆跟我們這樣講 不要用大陸人 但是你還是要忍住 在部分的情形之下 他們還是會積極的 在人才裡面去做一些賽選 這是在人力資源方面 我覺得台灣應該重視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 我以前唸大學的時候 唸過這個企業倫理 可是我本身參加 中華企業倫理協會 那我參加一些訓練 那我在學校教了十年 十幾十二年來 但是我覺得從三年前 我開始擔任一個企業倫理的課程 我覺得企業倫理有點 對於我們現在的學生來講 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從綠色的設計 綠色行銷 綠色的這種銷售 對尤其這幾年來 什麼 這個無奶粉 什麼事件來製造 製造者 你自己本身就應該確認 還有你行銷者 你什麼東西可以賣 確實企業家要開始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倫理 是你說下一次人的會期 我是覺得是應該要做的 因為現在學校裡面大概有兩個學分到三個學分 看看哪一些科系 企業倫理確實是非常重要 你這樣來講 把MIT 台灣 將來才會有根 才會讓全世界 甚至於讓中國大陸 還會繼續說 台灣的東西是什麼 要不然陸客來台灣一看 電視裡面 台灣又是什麼 統一不定啊 也是什麼都有問題 這樣來講 是對我們台灣的商品自由損害的 另外就是說 台灣一直在做鳳梨書 那種小小的那些利潤 我們覺得應該發展品牌 我想也是很專的 最近我們在做台商的那種 自己派頭 有一個徐立雄 他就用Pierre Card 他說我內衣呢 一套就賣三千塊錢 我可以創造出多少利潤 你在台灣一直在強調做鳳梨書 鳳梨書 都是往那個小小的地方 你在德國法國 一個品牌就可以吃下三代人 所以我們有時候 品牌雖然不是一天可以建立 但是發展品牌的策略 鞏固我們台灣的賞品性 這一點 我是覺得在學校跟企業的合作裡面 是未來應該重視的愉快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